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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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钢筋砸一个铁笼子 往铁笼子里面贴上沙包 然后再把装有沙包的铁笼子堵在溃口的地方 这种方法效果明显 不仅能将沙包固定住 不被流水冲走 而且一次能堵住较大面积的溃口 我们用钢石笼子堵 我们用钢石笼装沙袋 装石块 那是需要首先把路打通 然后机械把石块运过来 第一方它就负责抢通道路 我们就负责在这个装瓦场那里装填沙袋 地岸的宽度刚好够一辆卡车通过 因为无法汇车 凶路的车辆只能倒行 以车以车地往后平突 而负责填装沙包的武警官兵们 则是一刻也不敢耽搁 五万个沙包 要赶在晚上十二点半之前 全部装碗 因为刚刚寄到汛情信息 凌晨三点 阳心县又将有一次强降雨 这无疑给现场的每个救援人员 又下了一道夹击令 走 慢点 慢点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我现在是在湖北阳心的玉湖节流港 那么在二十九号的凌晨零点十分左右 这里的溃口是已经完全合拢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这次发生的溃口的地方 近十个小时的紧张作业 官兵们已经相当的劳累 尽管溃口已经堵住 但是为了防止万一 指挥员还是要求官兵们 对溃口周边所有的地方 进行一次地毯式排查 漆黑的夜晚里 一渐渐流动的荧光背心 显得尤为耀眼 对于这些年轻的官兵们来说 今晚无疑将是一个不免之夜 也必定是一个胜利之夜 我们的士兵是最可爱的 他们永远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 当他们走上抗护抢选的第一线 就是时刻为人民群众而战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名军人 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 也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从6月30日起 各东南大部分地区 及武汉市遭遇了入美以来 第四次最强的降雨清洗 长江超警戒水位 大部分湖泊超负荷运行 伴随而来的是 河堤溃口山洪爆发 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 使湖北陷入到困境 2日17时0分 湖景湖北总队 将防汛三级响应转为二级 2700余名官兵 分别投入到武汉城区 黄岗麻城 水州广水 京门中详等 受灾最为严重的救灾医线 湯汛湖 面积36.6平方公里 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 与武汉市洪山区的主城区 紧紧相邻 地铁七号线和三环线 主干道穿湖而过 四日晚上开始的强降雨 使湖水从19米 升高到22.6米 五日凌晨2010分 汤汛湖段陈家湖大坝 出现了30米长的塔县区 断层达到0.7米 接到情况通报后 武警武汉市支队300名官兵 火速赶往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一旦这个大体缺口 这个内侧的水位跟外部的水位 相近一样高 就是内部也要延伸多少了 延伸了3米5 3米5是什么看来的 以上都 那就是一条方案了 根据现场水利专家的意见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出现下沉断裂的 霸断外打桩 雷沙袋 驻见违宴 通过增加堤坝外侧的阻力和重量 从而阻止堤坝出现大面积 溃堤的危险 方案一旦确定下来 留给官兵们的 则是争分夺秒的与时间赛跑 雨夜里打地上 处处都是官兵们 忙碌的身影 八日下午三时时分 八万个沙袋 几百吨沙石 全部按照要求作业完毕 接近十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座椅 官兵们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在这个前一秒 还在战斗的大地上 很多官兵坐着就睡着了 手掌磨破了 双脚泡白了 但大家没有怨言 能够成功排出险情 就算吃再大的苦 官兵们也认为是值得的 亏了我们的人民直律兵 要不是你们了 已经发生了亏 亏了 亏了我们的人民直律兵 八三部队 八六八四部队 八六五二部队 八六五三部队 共计四千六百名官兵 于七月八日到达黄冈 恶州 京州 前宁等地区 同武警湖北总队 及驻恶武警水电交通 森林部队一起 以应对后期更为严峻的 汛情形势 7月8日开始 暴雨停息 天气放晴 根据预报 往后一周的时间里 都将会持续这种情好天气 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而对于一直负责转移 社区群众的大队长少飞来说 并没有因此感到 一丝丝的轻松 梅花苑社区是旧城区 地势很低 地下没有排水管道 暴雨过后 积水无法快速排出 里面居民不少 经过几天奋战 已成功转移了三千多人 亏了他们了 真的我们这个居民 非常感谢他们 这老肉变成了很多 特别是还有小孩 刚满月的小孩 上门还多他们下去抱 过水 真的真的水 到这雨下得很奇怪 眼看到水都往上涨 婆婆爷 你还这么走 那要出去 现在关键上面 很多汤水都下来了 汤水下来 你这在里面 水太深了 吃不了 社区里因老人其多 内老虽然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但是看着一生积攒下来的家党 不能带走 说什么 他们也不愿意离开 这倒让这位在酒吧抗洪中 被武警部队评为 抗洪强贤勇士称号的邵飞 犯了难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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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都吃贵 我们都小的 工作都走到位 我们都离开 我感谢不尽 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 有什么困难 你就跟我们说 好好好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就打电话 这个实在是做不了 我们就给他们送点吃点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板桥村转移群众的 一支队九中队副队长成顺 却接到一位婆婆打来的求救电话 说家里的儿子瘫痪在床 本来还想在家里看看形势 可如今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前两天看到武警 在小区门口留的电话 便打了过来 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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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别高 前面高后面低 前面高后面低 下面小心游水 好 要不要冷啊 成顺是武汉本地人 进入训期后 没有再回过家 孩子还小 妻子一个人照顾 家里所在的小区 也已经被验 打电话得知 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 也在社区帮忙 转移群众 他便放心了许多 担心肯定是担心的 希望老人小孩平平安安 在武警部队的抗洪抢险大军中 还活跃着一支支 带有红十字锈标的队伍 为了保障抗洪官兵 有充足的战斗力 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 根据武警总部首长指示 13支医疗队奔赴抗洪一线 为官兵们提供 对清保障 我们的记者 用摄像机 记录了其中的一支 这里是持久市唐田伟大坝 由武警后运学院副主院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 抗洪抢险医疗队 正在为一线的抗洪官兵 进行巡诊治疗 这是他们四天来 巡诊的第六个巡诊点 由于天气湿热 这里许多抗洪官兵 出现了皮肤晒伤 皮炎湿疹 皮肤破损感染 轻度住宿等症状 针对官兵们出现的伤病情 医疗队的队员们 现场救治 三四天了 三四天 痒痒不痒痒 有点痒 有点痒 这个主要是擦的时候 把手洗干净 然后把皮肤清洁之后 就往皮损的地方外用 然后给它均匀的涂抹 多给它涂一会儿 针对抗洪抢险 现场医疗条件有限 医疗队员们冒着高温酷暑 用背包 背上十几种药品 上大堤 采险瘫 进营区 下村户 深入一线抗洪抢险现场和塞敏家中进行巡诊 为抗洪官兵和受灾群众送医送药 平均每天行程三百余公里 寻诊五百余人 诊治伤病员 一百余人 在西维迪 抗洪现场 十九岁的战士 杨家庆突然出现头晕 昏迷 医疗队的专家迅速 对其进行抢救 经过抗洪抢险医疗队专家的诊断 确诊没中暑 紧急对其实施物理降温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治疗和休息 待病情得到稳定后 杨家庆又及时返回了抗洪一线 保健康就是保战斗力 为了确保一线抗洪官兵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针对抗洪现场的多发病 和疑难病例 进行专项的研究 科学制定治疗方案 而在江苏省的环太湖抗洪一线 武警总医院的专家医疗队 在为官兵们看病疗伤的同时 还进行了心理咨询 健康宣教 卫生防疫等工作 他们知道 防病是完成抗洪任务的重要保证 官兵们健康的身体 就是抗击洪水 坚固的屏障 这里是位于江汉冲击平原东南的梁子湖 梁子湖也是武汉城市圈的中心湖 因前阶段持续强降雨 梁子湖水位居高不下 对周边城区带来严重威信 把梁子湖与牛山湖之间一公里的隔堤爆破拆除 破堤风湖是防训抗旱指挥部作出的科学角色 从13日凌晨开始 武汉水电第七支队500名官兵携带60多台套光卫 进展霸堤 官兵在部署次民村的地面上冒着高温酷暑和地霸随时坍塌的危险 采用一线展开的风俗作用 机械挖孔 人工埋怨 严实暴配的强陷方法 一刻不停 夹进水泥 把顶水泥层被破碎清理之后 剩下的是松软的粘弧 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污水 即使在夜幕降临后 几百名官兵依然是在挥寒如雨 官兵们心里清楚 时间就意味着生命 主委长同志 梁子虎 各厅建后 准备完毕 准备启报 行则区 按计划执行 是 各小军队业 开车启报 这样一报的以后 应该是眼前能够缓解这个问题 能保证梁子虎自身的安全 我们湖北总队应该是属于鼠地总队 逊期第一波次开始我们就投入了战斗 雨情就是命令 灾情那就是我们战斗的一种信号 既打这个阵地战攻坚战 也打这个运动战 随时根据这个灾情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向 作战重点 我们强险目前遇到的所有这个行动 我们都有我们湖北总队官兵的身影 抗洪强险是天大的事 那么天大的事 那武警部队必须当之无愧的最好 全面的准备 我还流浪 你不会找到我 我在天上默默的飞 我在水里悄悄的心 我亲牵着你 我梦绕着你 亲牵梦绕 气滑梦绕之宝 我为烦恶的心 我为烦恶没有 潜秘出自义的心 我为烦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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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绿色的白鱼 爆破突然来了 卫士的确他想 是什么 让上唐的子弹去见疆场 选择无悔使命至上 为土国和人民争取荣誉 是我生最大的光荣